蓝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期视频想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平时种蓝花铺面用一点什么 最近有好多蓝友私信或者评论区问我铺面用的是什么 因为最近拍的视频总有能看到这个铺面 这个用的是直筋石 用的是小颗粒3-6的直筋石 当然铺面的话没有一个具体的一定要用什么 这盆用的是直筋石 然后这一盆用的是赤鱼土 这个是赤鱼土里面加了一点点的直筋石 然后蓝友们看得清楚吗 里面那个大盆用的是大浆土 大浆土的话就是保湿效果会更好一点 其实如果说具体这几样哪一种好的话 没有个一定都差不太多我自己觉得 但是我们在铺面的时候有一点要记得 要用这个细颗粒的 不要用大颗粒的 我看到有一些蓝友比较喜欢用那个火山石 或者火烧土那种大颗粒的 来铺在这个盆面里作为这个铺面 就像这种大一点的这种火山石 这个太大了的话 就没有起到这个铺面的作用了 其实我们这个铺面 一个是为了美观 另外一个就是铺面有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像我们这个铺面做的厚一点的话 它可以保持这个盆内的一个湿度 不然的话夏季这个温度比较高 这兰花植料确实是干得很快 尤其是盆面干得快 这个盆面如果干得快 然后盆下这个植料还是湿的 我们就不好掌握胶水吗 这样如果我们给盆面附一点这个细颗粒的植料 然后稍微铺的厚一点的话 保持这个盆里的湿度 这样我们可以统一的上下一起干 就比较好浇水 像这一盆就是没有做铺面的 没有做铺面的 我自己也好多花也没有铺面 但是确实没有铺面好 这里面就是这个原因很简单很简单 来友们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前天浇的水吧 昨天今天 盆面就有一点干了吗 来友们通过这个镜头看不看得出来 这个新苗处的根呢 新苗处的根 这一条根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皱嘛 这就是缺水的一个状态嘛 但是实际上这个盆里的植料 应该还是湿的哈 你看我们这样扒开的话 盆下面植料还是湿的 就是盆面有一点干嘛 这样盆面干有一个什么缺点啊 这个心芽 这有一个心芽 因为这个心芽哈 它一般长到比这再大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走根了 就开始走根了嘛 走根这个时候 如果盆面过干哈 或者这个植料过大的话 是不太利于这个心芽走根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种的稍微深一点哈 让这个炉头呢 附在这个植料下面有水分的话 太湿又比较容易辅苗 这个我们就可以参照这一盆看哈 因为这一盆当时我种的时候根不太好 所以这一盆我种的就特别深 最近这个心芽已经出来了 心芽出来了 那我们看得出来吧 我就有把这个植料剥开了 把这个炉头 我就想尽量让它露出来一点哈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种的浅的话 一个是它没有根呢 这个炉头如果过干的话 是不太容易来芽的 所以铺面对于我们家庭种兰花哈 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是凡事啊都无绝对啊 就是我们如果铺面的话哈 就可以把这个炉头稍微的埋住一点哈 埋住个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二啊 像这一盆是连拌哈 我们种连拌和春兰的时候 就可以埋的更多一些 甚至的话如果用纸巾石这种细颗粒的 把整个炉头都埋住都没事啊 因为纸巾石的话 它是比较沥水的 这个比如我们今天晚上浇了水 明天早晨基本上这个盆面就干了 不是那种干哈 就是不会含水 所以这个的话你多附一点是没事的 但是如果用这种前面那个大浆土 那一类的铺面哈 就不要把炉头埋得太住了 因为大浆土是纯土啊 如果用土种的话 炉头埋得太多了 是比较容易撫苗的哈 夏季的话都不要把炉头埋得太深了 如果不扑面哈 像这一种的话 就是尽量的话保持这个盆内的湿度哈 不要说那个控水控的太厉害了 太长时间不浇水的话 那这个炉头会皱的 会缺水的 所以哈 来友们就是在这个平时给自己种拉花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自己这个实际情况哈 然后来决定是铺面还是不铺面啊 然后铺到哪里要根据品种来定哈 所以来友们在了解了这个铺面的作用之后 就比较好掌握我们用什么来铺面了哈 就是即便你用这种大颗粒的火山石 火烧土铺面哈 那么就铺的稍微厚一点 因为这个颗粒比较大的话 它也是不太保水嘛 可以铺的稍微厚一点 另外我是不太建议来友们用火烧土 火山石这一类的铺面哈 因为火烧土 火山石 这个都是碱性的 火气比较大哈 铺面的话 它这个炉头啊 炉头正好是出心芽的位置哈 这样的话心芽是不太好走根的 这个我自己有实际的这个经验哈 我自己之前有用过 确实是不太利于心芽走根 还不如说不用这个铺面了哈 就直接用这个质料把这个兰花种好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期的视频就跟蓝友们分享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